Hi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前往花蓮縣佐西鄉 去看小孩的表演 順便去參加一個活動 然後在路上呢 就有這個漫長的時間 畢竟從花蓮市 到這個佐西鄉 大概也要約兩個小時的車程 所以呢 就可以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重考的生活 然後一些重考前 上的準備 還有一些有趣的事情 可以來跟大家分享 好啦 那我們現在正在前往光復堂場的路上 我們可以看一下沖衛的風景 你看我看到 這條是哪條戲 欸我不知道 好 那我們來簡單講一下我們的 重考的一些 歷程 好然後我們有在第一支影片 有講到說 我是重考兩年 然後上 台大醫學系 那 重考兩年也就是意味著我考了 三年的大考 首先先講 指考的歷程好了 在第一年指考 那其實在第一年指考的過程中 因為在高中 對高中前兩年 個人覺得 自己都是平時沒有在念書 然後都是考前 然後就突然臨時抱佛教 那才開始狂K猛K 這種 然後 知道要 高三上 也就是 學測前夕 高三上的時候 自己 也沒有到非常的認真 然後去念 去靜下心來 然後去念每一個科目 然後去把每一科都顧好 那時候還是 在模擬考成績出來 雖然都 可以看得出來 是英文和 國文 還有自然 其實很多科 上面 有 不足的地方 但其實自己都 想說 應該可以照著國中的經驗 那其實國中的經驗就是 模擬考都沒有考得很好 但是 會考的時候就 就衝上去了 那想說 模擬考 沒考得這麼好 也沒關係啦 大考就會考好了 我就抱著這樣的心態 就去考了學測 然後英文就掉了兩級分 自然掉了一級分 竟然在 想考醫學系中 自然是 幾乎是最不能掉分的 因為大家一定都是拿滿級 然後我就這樣掉分了 對所以就去考了 直考 採 音速物化身 這五科 英文數學 物理化學 生物 這五科 那 數學我 自認為啦 那時候自認為 喔是高中一直在念 一直在念 一直在念的科目 一定很強啦 所以 我在 高 三下 就是要準備直考那段期間 除了課內 就是老師上課 好我有聽 然後 講義的CT 有寫完 好我就當作是念過了 我就沒有再去複習說 去 很認真的去 鑽研說到底會考哪些題目 然後出題的方向是怎樣 對 這是 只考上 數學的部分 那再來是 剛才提到的英文 英文 雖然念了很久 但是最後成績出來 恩 好 給大家猜一下 好 這邊 來公布一下 應屆的英文指考成績 我應屆的英文指考 只拿了66點25分 66點25分 66點25分 好 那 這個 到底是什麼樣的 英元計會下 考出了這樣的分數呢 這我記得 真的太清楚了 我光那個選擇題 那個單字看到 我怎麼都不會 然後 我就 隨便猜 好 但是最慘的還是在閱讀測驗 如果有寫過 舊課剛英文指考的 題目的人都知道 英文的閱讀測驗 總共有16題 總共佔了 一題4分 總共佔了64分 欸還有這麼多嗎 喔沒有 抱歉是一題2分 16題32分 好 16題裡面我就錯了8題 直接被扣16分 我當時 對答案對出來 我想 恩 很棒喔 到底為什麼會錯這麼多 好 再來呢 我那個 慘不忍睹的 手寫 我的 翻譯 對那年翻譯 有考過人 應該都知道 翻譯 手寫總共 28分 對28分 那翻譯是占8分 然後有兩小題 一題4分 一題4分 這樣子 那 作文是 20分 好 那我們先講翻譯 翻譯8分裡面 我只拿到了4.25 還是4.75的樣子 反正就很低很低 對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然後 另外 更慘的 還是作文 那個作文實在是 20分裡面 我只拿了8.5分 好 這真的很慘 對 因為 我在 考場上 然後就是沒有做主準備 變成 前面的 選擇題 就寫得很慢 然後 自考又只有80分鐘 對一顆就只有80分鐘 那 對 那導致後面的時間 就直接被壓縮到 那我寫作文的題目 可能也 當時也沒有練上去 那就寫得很慢 那當時我記得 我只寫到 一面 然後又加上 背面不到三分之一 然後又超超了事 然後 得到8.5分 我覺得 好啦 就當 對 寫得太少 然後 又寫得沒有很好 這樣子 好 明星賓果店沒開 來到這個 孤樹湯場 然後 出兵 YA 出兵 身頭了 身頭了 腿 看到了嗎 看到了 安草我们游过来 耶 耶 好 有哦 有标哦 对好 来 耶 谢谢